香港医院管理局7月30日公布 正在积极筹备使用亚洲国际博览馆一号馆 作为社区治疗设施 预计48至72小时内开展服务 我们现在亚博那里 我们可以最多的荷温是去到500个病床左右 我们的人手上是24小时的配制 我们无论医生护士都会有24小时的当间 另外来说我们也都配备有X光药房 可以抽血可以咽心猴脱液 据了解除必备的医疗设施 一号馆内还为病患提供活动中心 WiFi及浴室等 仅最大努力保障入住病患的身心舒适 入住病患将根据病征体温及肺部X光等结果 分为稳定轻微病症及有肺炎迹象三个级别 以岁数分流接收18至60岁的确诊病患 随着这个阿博的治疗中心的治疗设施的开展 其实医管局就会采用一个策略 就是我简单说用八个字归纳 就是我们用岁数分流 开完截留 岁数分流然后开完截留 在岁数方面 因为阿孔教授会跟大家讲解 为什么可以用岁数做到一个分流 我们会在社区治疗设施里面 主要是收一些18至60岁的确诊人士 在新的策略里面 其实我们希望有限的医院设施 无论我们是一线病床 二线病床 尽量留给一些超过60岁的病人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的 有些他本身有严重慢性病 或者是不稳定的病人等等 这些才会用到医院的设施 其他病人我们希望尽量在社区的设施 可以处理到 据介绍 患者经72小时观察后 若情况稳定 则会转送至鲤鱼门度假中心隔离 至于有肺炎迹象的患者 若病情严峻 则会转至医院治疗